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养鞋的育儿伤机 前进第二个大赌家间就放在这咯 另外一个题目是不说不知道 我一直看了报告才晓得南台湾加油 南台湾现在竟然可以创造出来 多达15万个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数哦 史上最高的一次 所以咯 可预见的未来 南台湾即将翻转低薪的宿命吗 我更想从这份的报告当中 去寻求日后的投资新方向 那这个方向压轴听看看 中南台湾您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说到了融资维持率 怎么算 什么情况叫做会断头呢 交给厉害的威良 您好 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好 南台湾的就业人数 就业机会大大增加了 交给青龙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现在呢 催生利多 五大利多 带来什么的商机 交给明哲 明哲你好 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真不简单 大涨了792点 最大工程 我等了三四个月 终于等到了 电子五虎发威 带量转强 长红棒了 台股下一步呢 汉伟您好 晚安 大家好 大家 晚安 变了 台股今天变不一样了 大涨792点 您可知道大涨792 它的意涵吗 请看 今年大涨创下了史上 最大的涨点记录 疫情如此之严重 我们竟然创下史上 最大的涨点 那不就是大家对我们的肯定 大家的信心团结吗 继续加油 而且我觉得变得更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今天的实体红K棒 看仔细了 它是几乎开在最低点 收在最高点 这一条的周线 半年线 全部都站上去了 如果仔细这么一画 不就小小的碗底吗 还有KT指标 好像快要黄金交叉了 所以台股的期待有多高 说到台股的期待 得感谢这电子五虎匠 看仔细了 终于见到这五虎匠同步收红的这一天 真的好久不见了 今天的联电 涨停板 鸿海台积电 联发科大力光 你看红通通一片 全部都涨哦 涨幅在这儿 这个怎么会算小呢 电子资金比重终于扩大到 5成4以上 而且是带量 有价的 下一步不能小看 贵买部分 今年贵买 一样的长红棒 只可惜这个半年线还没站上 但KT已经黄金交叉了 外资更特别 收到了外资 今天连续两天的买超 很妙的是 最近外资的买超 好像跟我们确诊人数 有点没局在一块 昨天的确诊333 刚刚好 外资昨天就买333 今天确诊人数呢 本土案例是240个 外资就大买221亿 当然 有人说外资的买超 很有可能这是假外资 不是真的外资 管他的 这不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心打气吗 反正 这外资连续两天的买超 但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我发现到 糟糕了 明天 明天是5月份 本土期货要进行结散 请看这个地方 5月期明天结散 结果期限货 几乎已经贴于一致 拉出正价差2点 我就没有什么一个价差点数可以赚了 没了 因此呢 你看空单就加空了 6月份算是逆价差 但是明天5月份要结算 加空单口数 来到了2万口超过 这怎么会是一个好现象呢 前头长 台股今天张士林人 跟您做一下报告 蔡总统 感谢我们政府的团结 总统对外宣布 7月底前 国产疫苗就可以给国人打了 算今天新增本土案例是240个 另外一个从明天开始重要的讯息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19号全台湾的学校停课到5月28号 而且锁国一个月 大家先度过难关再说 台股今天呢 张夫超过了5%以上 雅谷之冠 莫非就是这个大利多吗 微良请上来咯 上市会第一季的获利 就1868亿元 創下历史的新高 你看这么好的成绩 但是呢 我刚刚有讲 亚洲国家疫情的升温 推升了原物料 金 油 有没有看到 都来到了新高 说到了油 多可怕 微良我插播一下 录影过程当中的油价 近年90度的往上做喷涨 涨幅 现在每桶已经来到了 70美元以上 好猛啊 不止呢 你看右上方 铜啦 铁啦 全部都进 历史新高 纸的部分 宅进即夯 纸箱需求也增加 永丰于今天收掌林板 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呢 现在大家全台湾全国 已经不用上课了 居家学习 你在家里学习 英文数学都要软题 所以三大电信 抢商机 微星也推出了 新款的电竞笔电 来说一下 这些的利多 是不是台股大涨的重要关键 先看一下原物料后市 那黄金的部分 当然他向来就被视为抗通膨的商品 以及避险的主要需求 但是以这波来讲 其实短期内往黄金往上急拉 关键还是在于是ETF的基金 大量的去做满进 增加了黄金持有比重 因为大家去买ETF ETF发行商投信 就会去买黄金的相关商品 或黄金期货就追上去了 对 因为其实中长期以前 这个通膨跟避险需求 其实反而有点慢慢被虚拟货币 至少是取代掉部分的功能 所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黄金是处于 有点跌升之后的反弹 那还是要留意一下 在技术面来讲话 一千九百美元以上 这个整数关卡 他也是有这个一定的压力存在 黄金我们瞄一下 一九零零以上会有压 你看这个底型打得真漂亮 所以一千九短压 他如果能够过多头就续航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 其实下降压力性 这个轨道差不多呢 就接近一千九这个附近 然后前波高点 所以最近如果能够 带量突破的话 那么才算是技术面的进一步 转强确认 还有一个诱因比特币 刚威良有说 黄金的魅力都被比特币给吸走了 没想到比特币哦 最近的报价 价格是往下掉的 所以大家想说反正比特币现在呢 不敢追了 不追了就去追黄金 对 有点悄悄板效应 油 那油的部分呢 当然目前其实欧美主要的国家 大家开始大量的施打疫苗之后 那当然经济回温 尤其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来讲的话 虽然边境还没有开放 可是呢 国内旅游搭飞机的人口大量增加 所以刺激了航空燃油的需求 那在供给面的部分来讲的话 反而要留意的是 从五月份开始 五六七这几个月 OPEC组织呢 会开始逐月的增产 增加供应量 那因为现在油价呢 相对也在比较高的水位 所以说 越高过于美国的开采成本 所以最近他们的一个开采的活动 也在增加 那预计走到下半年以后 美国的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高 所以其实供给面也会有增加 所以其实在供需呢 都增加状况之下 这个油恐怕也不会是一个 大多头行情 你看油价最近真的是呈现了大涨 我问你哦 如果以您的研判 这个油价最近 已经来到了每桶70美元以上 涨势是持续的 它是来自于 地面比较多 还是因为这是全球经济的 复苏力道嘛 您刚刚说 supply供给也会增加 这个力道强 还是这个力道强 您的研判 现在是需求增加力道比较强 所以油价先涨 不过呢 可能在六七月过后要观察一下 供给面增加力道 那回到技术面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你这个布兰特原理来说 大概就是前高 这个七十一附近 就是目前要观察 是不是能够站上的压力区 好 那我们就端端看 现在的面强过的supply 如果supply增加强过的demand price价格 可能就会稍微挡住了 继续观察 铜 那铜的部分 其实最近呢 也是供给面 有一些短缺的效应 就是来自于呢 生产铜的大果 赤地 因为勞资协议破局 所以要举行罢工 那当然就进一步减少供应量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会支撑了铜价 可能会进一步走高 那再加上目前看到呢 来自于中国工业制造业活动 甚至全世界 其实景气都在复苏 那这个部分 因为很多的生产制造过程当中 会用到铜 所以其实也会带动铜价往上 那如果说真的放眼长线格局的话 未来大概更大利多 还是在电动车的这个大量的发展 因为其实以一台传统的男用车 用到的铜 大概是二十五公斤 但是电动车 这个量会足足增加三倍 到七十五公斤 三倍之多 所以大家想看 未来的电动车普及化之后 这个长期多头趋势 绝对是可以做期待 你看原物料的大多头 完全呼应了昨天前线专家 台经院的梦道带来的 因为巨兔两大国的基础建设 包括了全球的需求 跟着往上 财经纪行带动哪些产业 好 当然第一个来讲的话 在家里面很多人就开始线上购物 没事做着Shopping 对 当然这个 其实宅配的部分 很多都是用纸箱来做包装 所以其实呢 当然这个包装的需求 现在就带动了纸箱的价格 也持续的走高 那钢铁的部分来讲的话 目前还是持续受惠 在基础建设 还有中国减产的效应 那电信的部分 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 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其实现在三大电信商 中华电信我们知道他有MOD 那这个台湾大也有凯博 这个第四台 我跟你讲 MOD当中 因为我家有MOD 他很多的英文学习 是不用钱的 内建在里面的 OK OK 那包装远传也有透过手机 所以其实在这些平台上面 他们都推出了一些 可以在线上学习的课程 要不要钱 有些是免费 那有一些进一步的 甚至他有聘请这个 補习班名师来线上授课 我跟您报告 通常像远传台湾大 中华电信 我们看他的K就知道了 因为你如果去订阅他 可能月付多少 那些所有的线上教学 補习 几乎都是免费的 对 那其实现在来讲 台湾大嘛 这是台 刚刚那个是 中华电信 我们看一下中华电 我们再撒描一下 三档标的 中华电打出底型 然后呢 台湾大呢 这是不是底型也出来了 相对都是在第一档区 好那远传 我问你从远传讲一下 那电信股怎么看 我觉得基本上 你可以看得出 他们位阶都很低 而且短中长期 均纠结在一起 代表现在目前的位置 其实都安全 那如果再配合殖利率的检释 大概平均都有在 4%上下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 长期存股的投资价值 这么好 那再来 好那最后一个当然 笔电 其实原本呢 在国外的这些 远距的需求 都还在持续对笔电做拉货 那现在其实短时间 又多了一个题材 当然就是国内 现在也改很多居家 上班的一个模式 所以其实笔电 在今年来看 应该是全年度 是没有淡季的 OK 所以生产笔电的 居家维新 或者是ASUS ASER 这都有机会 不管是品牌或代工厂 我想今年的业绩 应该都很有看头 因此呢 观众朋友听好了 今天大涨了 七百多点 四大题材 受惠的相关概念股 好指向部分 我们先来看 工业用指的两大龙头 分别就是镇农 跟龙城 其中重镇农的这个 因为他筹码算是比较安定 因为他的融资持续在做大幅度的减肥 所以他的股价姿态也高一点 最近其实他大概拉回到季线附近 就稳住了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有机会先打出底型 融层的部分呢 目前其实算是跌幅比较重一点 那季线跌破 而且季线下弯 所以如果我们从技术面来看 这个代表是有点中空的疑虑 所以建议呢 如果同样在籽类股来讲的话 可能融层要先观望一下 那钢铁股的部分呢 中钢因为外资已经开始翻多买超 而且今天还亮灯涨停 对啊 今天中钢涨停 对 所以中钢算是传产股里面的护国神山 不好意思 让我插过一下钢铁 钢铁今天二十九档公道涨停板 跑三页还跑不完 第四页 我的妈呀 请问一下钢铁人又出来打击坏人了吗 对 基本上就是筹码沉淀的越干净 反弹力到自然就越强 所以有机会筹码沉淀已经干净 现在转强了 没错 好 我们来把他念完 来中钢 好 那中钢这波呢 当然现在来看的话 反弹就是先看一下 月线大概三十八块钱上下的压力 那中钢旗下的中鸿呢 也是排面有人弃股 这几天外资是连续站在买方 那其实他现在大概就差一根中厂头 就有机会站回所有的均线 也就是说技术面 他的姿态又更高一点 那电信上刚刚大概提过了 中华电信今年预估的值率大概3.8% 目前未接低股价在底部区 我觉得是可以做存股 台湾大值率又更高一些 来到4.3% 那所以我想其实也是可以适合 用中长线的方式来分批进场 所以讲到这边 只有电信两档可以当存股 对 就这样吗 没错 这边都先不要当存股 因为这些跟原物料有关的股票 今年的股价起伏都很大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適时配合他的技术面 籌碼面做一些价差的操作 也对啦 我如果有中钢 我笨蛋 我干嘛当存股 我这边都赚两倍了 我还给他存股4% 比电 比电 華碩在这波的姿态非常的强 而且非常的抗跌 那目前来讲的话 在月线这个附近 如果做回撤的话 大概378上下是可以站在买方 宏基的话 也是属于跌升反弹格局 那上档先看一下季线跟月线 这两条线 因为目前都是下弯 所以代表中长级 要真正回到多头回升格局 还需要再努力 好我们从阵容开始掃描一下 K棒楼来阵容 好1904阵容 刚刚提到 他姿态比较高 季线附近就直稳了 再来 那融层的话 因为季线已经是下弯了 所以稍微先观望一下 OK OK 所以同一类也不一定方向 是一致的 中刚 那中刚呢 这一波筹码肃清之后 现在先反弹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月线的这个压力 接下来能不能先突破 所以这边就您所谓的筹码洗干净 现在反弹 如果多头力掉 要真的很强 月线要站回去 没错 所以现在也不照近了 周虹 那周虹姿态高一点 大家看到今天他已经快要逼近月线了 今天也涨停 对 那甚至其他五日线 十日线距离也不远 如果再努力一点 就有机会收复所有均线 华硕来 那华硕姿态非常高 几乎没什么跌到 就上礼拜这一天 5月12号下跌之后 留了一个长下影线 那目前几乎又站上所有的均线 准备往前波高点来做挑战 所以请问一下 因为专家交过了 比如说像华硕这种 这个平台震荡整理 因为量也没有明显放大 整理过后往哪边突围方向 就底定 对不对 没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气势是加强的 最后一个洪积 那洪积因为月线季线 目前都是下弯 所以建议就是说短线上面 虽然有反弹 不过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格局 好 那因为刚刚看了钢铁人嘛 我差不多问一下航海王 不知道有没有出动好不好 航海王帮我来一个货柜海运的通通 钢铁29档整停板 航海王也帮我们出来打病毒 请问一下 所以这两大类 现在13档整停板 这两大类多头力道 再转强了吗 可以强短吗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就是说 因为现在先界定是在于 跌生反弹格局 所以应该建议是买黑 不要买红 跌生反弹 那不就是跑个短就好 对 就说像今天已经大涨就不用追 但是未来几天 如果又有盘中震荡的时候 可以尝试去做一点迪接 你知道微良有多可爱吗 就是因为红通通 他今天才戴红色口罩 他是我们台式的 红白大对抗的口罩 留到大涨的这一天 他说的 来请回座 谢谢微良 好 总之呢 今天的大盘 大涨 重要的题材利多帮你解完了 可是话说回来 跟您报告 冷静想一下 利空有解决吗 什么利空呢 疫情还在升温 昨天又停电了 连总统都跟国人道歉了 还有缺水 现在缺水新竹啦 桃园等等 水情严峻喔 我想要问微良 我们国内科技大厂 你的应变之道呢 回来再来追喔 当然现在大家呢 就烦恼嘛 利空接二连三 乌漏偏逢连夜雨 可是庆荣昨天晚上 私下跟我说 软姐不用担心 现在我们好像在 很冷很冷的冬天 但冬天下一个季度 绝对是Spring 春天 所以现在呢 理财先要理心 请问什么意思 不要慌乱吗 庆荣预告 是 外面的局势 其实越混乱 你内心其实就要越冷静 尤其整个股票市场的剧烈 波动如果在掺杂 人性的一些弱点的话 其实投资人 一有稍微不慎 就容易掉入到一步错 全盘错的一个困境 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 待会跟大家来解释 我最喜欢投资心理学 告诉您 任何的技术面 充满面 基本面都可以学 但心理学是超级难的 庆荣厉害 请他来告诉我们 现阶段疫情严峻之下 我的心理该如何调适呢 这是因为疫情严重嘛 所以好多人强打疫苗 您打了吗 如果你打了疫苗 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 前一两天有一点点 好像不太好的这个状况 您是可以请假的耶 跟您报告 打疫苗 你可以请接种假 但很多人在问 我假怎么请 会扣薪水吗 明哲预告 对这个部分 当然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蔡英文总统说 这个国产疫苗 七月份就可以量产 那当然我相信 应该会有很多人开始排队 就要去打疫苗 但打疫苗 你必须要请假 到底这个假要怎么请 他对于这个劳工的权益 我们要怎么样保障 我们自己的权益 稍后来帮大家说分明 对 明哲会告诉您 但是先说打疫苗 非绝对要请假 有点不舒服 我们再来请假 如果有疫苗 我也想打了 总之就是这一章了 代表明哲告诉大家 您的权益不能睡着了 感谢汉伟上个礼拜二 告诉大家这个重点 他说只要美国十年级 公债殖利率慢慢的又走扬的话 请小心美股的肺斑 修正压力就变大了 你看半年线破掉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句话难不成 还适用吗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五月贩卖股票 然后say bye bye了吗 可台大盘今天是大涨七百多点 不知道是要go away 还是继续continue 留在here呢 汉伟预告啰 对 但现在看起来 应该留在股市 还是安全的一个选择 但外资这个波段以来 到底他是真心进场去抢反弹 还是说他看好说 未来整个台股会回升 其实待会跟大家讲 从电子跟传产 到底该留电子该留传产 我们从一张图 为大家做一个解读 对 汉伟讲到重点了 现在你去看一下大盘 压根就从钢铁航运 转资金抽出来 转向了电子 当然今天两大类钢铁传产 它也动了啦 但是转电子到底顺不顺 牵动台股的多头力 到今天的大涨 能够延续下去吗 汉伟解盘第一题 那么第二大题呢 疫情之后 全球没想到竟然兴起了 创业潮 我想问坏为什么呢 除了大家想创业之外 还有五大趋势成型 我在乎的是趋势成型之后 所带来的受贵产业 让汉伟讲明白哦 疫情之后全世界改变了